我们今天的分工和上课都会在录音室进行 突然就再一个录音棚女了 而且只有我们六个人 都不敢大声讲话 很小心 我平时突然就 好的 确实是有很强烈的距离感 来吧 坐好吧 就是安琪平时她笑的音量 震耳玉龙也是收敛了不少 有哪一段不熟的吗 你们 都熟了 都熟了咱们就开录了 我还有一丢丢的感觉 哪里 哪里 就是这感觉实在太危险 能风在对我温柔一点的那一段 对唱的那一段是吧 对对对这一段 我觉得女生的话 其实不需要跟我唱的风格完全一样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态度和风格在里面 如果你喜欢这一段的话 比如说我是 Dangerous 你们可以是 Dangerous 可以是 揉的 飘的带过去都可以 不一定完全要像我一样 好 好 来 我们走一边伴奏你们试一下 好 好 颜色 是幻觉 用这边你的声音高呈现 宛热 满眼 来来来来 这个拍子啊 来我们从头 好 颜色 是幻觉 用这边你的声音高呈现 温热 满眼 自无忌惮 醉梦寒昏 无意追逐 无法是不 热度 包围了我 无意追逐 所以拍子是这样的 准备的OK我们就 开始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在录音室练习 其实也会更加有效 因为有麦克风 有专业的环境 看看哪一个部分 是最适合他们 最舒服的部分 录音棚会很暴露问题的 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唱 你可能有一些表情 肢体 大家都看不到 只是光声音 而且那个麦克又很好 就一点点失误都会被听 我心想天哪 谁比较有信心谁就先开始 好吗 那我先 安琪先来 可以 好棒哦 我不想让她觉得 我有一丝丝的搜 我一定要把这个歌唱好 呈现出我还没有 呈现出的功格 所以我就上 走一个